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小种子 看看小种子会有怎么样的旅程呢 秋天到了,大风吹了起来 这些很多的小种子就被风吹走了 它们要飞去哪呢? 我们学习有几颗小种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颗小种子 你们看,这是最小最小的一颗 有一颗种子飞得好高好高 飞得太高了,被太阳烧掉了 不过其他的种子跟着大伙儿继续飞 有一颗种子飞到了高高的雪山顶上 而山顶的雪不会融化 哦,种子冻得不能发芽 所以其他的种子继续飞 而这一颗小种子就跟着它们 它们飞过海洋 有一颗种子掉进了大海里 不能发芽 其他的种子继续跟着风儿一起飞 你看,小种子没有别的种子飞得高 有一颗种子掉进了沙漠 而沙漠里又热又干 它没有雨水,它就干涩,不能发芽 其他的种子继续飞 小种子飞得有一点低,但是没有关系 大风终于停了下来 所有的种子轻轻的降落到了地面上 推推推,这个时候一只大鸟过来 它的肚子很饿,它就吃了这颗种子 这颗种子没有发芽 冬天到了 这些种子都在地上安顿了下来 它们静静地躺在泥土里 睡着了 但是有一只饥饿的老鼠来了 它肚子很饿 吃了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没有发芽 经过了几个月 你看,太阳出来了 下雨了 春天到了 这些种子开始长了根 开始发芽 你看,有绿色的小的叶子 都长成了小树苗 经过阳光雨水还有空气 它们都长成了小树苗 暖洋洋的天气 小朋友们出来玩 一个小朋友不小心踩到了这颗小树苗 它就不能长大了 小种子长得很快 你看,有的都已经长成了长长的枝干 并开了花 但是,啊哦 一个小朋友来了 觉得这朵花很漂亮 一把摘了它 这样做怎么样 是不对的 不可以摘花 这个小男孩把这朵花送给了他的好朋友 小女孩 这样怎么样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哦 这样是不对的 夏天来了 那颗小种子终于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长得比人还要高 还开了一朵巨大的花 嗯,非常的香 整个夏天 小鸟 蜜蜂 蝴蝶 都来拜访这朵花 秋天到了 开始刮了大风 花瓣被吹掉了 树叶被吹掉了 都落在了地上 然后从花里长出的小种子 也跟着 大风飞了起来 开始了他们新的旅程 故事讲完了 好了,小朋友们 你们看一颗小小的种子 经过躺在泥土里 睡觉 然后有阳光 然后有雨水 小种子就慢慢慢慢长大 变成了一朵花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 再见